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甚至是聊感情 那今天呢 我们还是先聊聊咖啡 有很多朋友在问我 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咖啡的 我是从2012年开始接触咖啡 那时候呢 我刚大学毕业 我还记得很清楚 我第一次听说过拿铁咖啡的时候呢 是我刚大学毕业那年 我所在的那个城市呢 刚开了一家星巴克 我第一次听说拿铁咖啡的时候 我至今回想起来还记忆犹新 我那时候一直在想 拿铁咖啡是什么 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那我所认知的拿铁 Cappuccino 和现在很流行的fly wine 到底是什么咖啡 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 那么大家都知道 每个国家和地区呢 都有自己的饮食文化 都有自己的咖啡文化 那每个地方它吃东西 喝东西 都会有所不同 那就比如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 它们的吃和喝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美国的东部和美国的西部 它的吃和喝也是不一样的 那意大利的南部和北部也是有文化差别的 那中国的四川省和广东省 它们的吃喝文化也不一样 所以说咖啡也是一样的 可能每个国家以及每个地区 它们的咖啡文化 它们的咖啡制作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不过总体上我把这些总结下来 今天可以给大家一些参考 那我们今天来讲一讲 Cappuccino 拿铁 以及fly wine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 相信这个问题也困惑到了不少人 那么今天呢我们从几个点来分析 那首先第一 浓度问题 那Cappuccino 拿铁 以及fly wine 它们三个的浓度是不一样的 那所谓的浓度呢 就是咖啡的比例 以及牛奶的比例的多少 那通常来说 Cappuccino的浓度要比拿铁 和fly wine的浓度都要高一些 那也就是说 当你喝到一杯Cappuccino的时候 那咖啡的味道一定比拿铁 以及fly wine的咖啡的味道要重 灵魂化手来了 OK那首先呢我们来讲 浓度问题 首先我们看屏幕上这三杯咖啡 它分别呢是三杯容量 大小不同的三杯咖啡 第一个呢是200毫升 那第二个和第三个都是280毫升 那从口感浓度上来说呢 那Cappuccino它的咖啡的浓度是最高的 所以说呢 通常来说 Cappuccino的咖啡杯 要比拿铁和fly wine的咖啡杯要小一些 那其次拿铁和fly wine它的咖啡浓度都是差不多的 那杯子的容量呢都差不多 有些地方的fly wine呢会比拿铁的容量会小一些 那我们假设拿铁和fly wine呢都是280毫升 好大家可以看我们下边画线的这个区域呢是espresso 三杯咖啡在espresso都完全一样的情况下呢 那肯定杯子越小的 咖啡的浓度就会越高 那杯子越大的 那咖啡的浓度反倒越低 那就是当你喝下去的时候呢 那你喝200毫升这个杯子的 那的咖啡的味道就会非常浓 那你喝280毫升这杯咖啡的时候呢 咖啡的味道就比较淡 牛奶的味道就比较突出一些 这个就是我们所提到的咖啡浓度的问题 好大家再看最上边的斑点区域 斑点区域呢其实是奶泡区域 通常来说你去咖啡店点一杯咖啡的时候呢 卡布奇诺的奶泡要比fly white和拿铁都要厚 那其次呢是拿铁 那最后呢fly white的奶泡最薄 那有的人会问fly white和拿铁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归根结底 那fly white的奶泡呢更薄 在你喝的时候呢 你的口腔就能直接的感知到咖啡本身的味道 这个就是我认为的从浓度上边 对于这三款咖啡的一个见解和区别 那其次呢我们再讲杯型的问题 那大家有没有考虑过 同样的一杯咖啡 它放在不同的杯子中 它的味道还一样吗 给你们五秒钟的时间来考虑 OK时间到 答案是不一样 那为什么不一样 我们看下图 那这张图呢 三个杯型都是不一样的杯型 但是呢三个杯型它都是200毫升大小 假设我们做了一杯咖啡呢 是一模一样的咖啡 然后呢我们把这一模一样的咖啡 同时倒入到这三个杯形中 那在这个时候呢 同样的一杯咖啡倒入这三个不同形状的杯子中 它奶泡的薄厚度就会不一样 杯口越大的呢 那它的奶泡越薄 那杯口越小的呢 那它的奶泡就越厚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最左边的杯型呢 它的奶泡是失中的 那中间这个杯型呢 它的奶泡非常非常厚 因为它的杯口是最小的 那最右边这个呢 因为它的杯口是最大的 所以说呢 它的奶泡是最薄的 所以说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 当你用这三个不同的杯子去喝同样的一杯咖啡的时候呢 那你喝到的第一口的奶泡和咖啡的比例呢 是不一样的 那么大家都知道奶泡和 那creamer在上边形成的这样一层棕色的奶泡呢 那它的咖啡的味道是比较重的 那下层的牛奶和咖啡液呢 它的咖啡的味道是比较淡的 上面的化线区域呢 是一杯咖啡中奶泡 以及creamer的一个区域 那下边的空白的区域呢 是牛奶和咖啡混合的一个区域 那准确来说 化线区域和下边的空白区域 它们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上面的化线区域呢 它的咖啡的味道是比较重的 下边的空白区域呢 它的咖啡的味道是比较淡的 当你喝到最左边的这杯的时候呢 你喝到的奶泡以及咖啡的比例都是适中的 当你喝到中间这杯咖啡的时候呢 那你喝到的奶泡的比例就比较多 那咖啡的比例就比较少 因为它上面的奶泡比较厚 当你喝到最右边的这杯咖啡的时候呢 你喝到的奶泡是比较少的 所以说同样的一杯咖啡 它在不同的杯子中 你喝到的味道 以及你喝到它牛奶和咖啡的比例都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为什么同一种咖啡在不同的杯子里边 你喝到的味道可能都不一样 那以上这些就是我对这几款咖啡的理解 如果大家有一些别的意见和理解 欢迎大家弹幕留言 大家可以歌述己见 OK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的深夜咖啡屋这样一个栏目 如果喜欢呢 希望大家点赞留言转发分享给你喜欢的朋友 这就是我们创作的最大的动力 OK我们下期见 Cheers